我們一樣要把這個原來的這個資料 問題9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變成SS資料庫 所以第一個的話 一樣在那個我們城市裡面 SS 然後建立的位置我們一樣是把它建立到那個我們 一樣目錄的 底下 那這部分也講蠻多 所以第一個我們一樣就是先開啟 那SS我講過他是先 先存檔 再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我們要先存檔 存檔的位置我是把它放在那個我們的 應該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目錄裡面 Q1到Q50翻例 然後翻例這個資料庫名稱的話就問題9 一樣好了 OK確定 這樣的建立 這樣就建立的一個資料 新的一個資料庫了 那資料庫裡面現在是空的所以我們要講 從外部資料比較快 Excel 然後去找到 我們桌面上一樣 裡面的問題9 問題9 一個驚嘆號是有寫程式的 我們用這個 按開啟 然後按確定之後 它會幫我們找到裡面的工作表 有這麼多工作表 那其中我是用問題9這一個 按下一步 第1欄 第第4欄名 下一步 那接下來的話 就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 其實基本上它找到的那個 其實這邊 這個是日期 所以一定要用日期 那另外 基本上如果是數字的話 用雙精神數也OK 或者是你要把它改成那個長神數也OK 我們用預設的好了 用那個雙精神數 因為雙精神數 跟 長神數最大的差別 就是 雙精神數有小數點 那長神數沒有小數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本來有小數點的 欄位名稱 把它改成 長神數或神數的話 它會把那個小數點給去掉 就沒有小數點 好 那 雙精神數的話就說如果 裡面有小數點 它就顯示小 那如果裡面沒有小數點 它就不顯示小 就是這樣而已 OK那這邊的話 我想預設的 那這個一定要文字 好那這個是 有百分比 OK下一步 這個地方資料不多 所以用不要阻所影 按下一步 問題9 就是在 問題9的資料庫裡面有個問題9的資料表 OK按完成 資料庫 資料表 裡面有哪些欄位 OK按一個 關閉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問題9 打開來 點兩下就打開來 如果要修改它的 這個欄位名稱 或者 剛剛的 內容的話 這個 按右鍵有個叫 設計檢視 設計檢視就可以再切回 如果說你資料類型 或者什麼有 需要改變的話 或者要增加其他新欄位 你就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設計檢視